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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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们听什么都说我呀 爸 这经常有人往我吹着破脏水是一样的 你和我妈可以去学校打听打听 看看你女儿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爸 我求求你了 你让我去吧 我这辈子什么都可以不要 但是我不能不要自己的名声 哎 石荣你怎么了 有事吗 来 来 可以进来说 快请坐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左老师 恕我直言 我想问你 我跟你是什么关系 我们会是什么关系 不就是师生关系吗 那我就不明白了 你爱人跑到我妈单位 说我是第三者 还是我和你搞在一起了 不可能 怎么能有这种事啊 怎么没有 我爸妈刚把我叫到家里 让我把这件事给说清楚 这个人怎么这么不理智 他简直乱探亲 左老师 我还只是个学生 这名誉对我来讲 真的很重要 所以这件事 您必须要给我一说法 像他这样平白无故 去毁坏我的名誉 您让我以后还怎么在学校里待啊 世荣 这样吧 你先回去 等我下班回家 跟我的爱人了解清楚以后 我们再说吧 既然事情已经成这个样子了 我想你说声对不起 跟你道歉 至于你父母那边 等我把情况了解清楚之后 我会给他们一个答复 好 左老师 那我先走了 我等您的答复 你终于回家了 想吃什么 我给你做 你先别忙着做饭 你先过来 我问你点事 我不明白 你凭什么跑到 市中的家长那儿 说我跟他有什么关系 你自己做的事 你自己清楚 方言 咱们心平气和的说 我都不清楚 我到底做了什么 你多少天没回家了 十几天 这你是知道的 那不是在搞校庆的事吗 你还有脸说 你跟他都快庆到一起去了 你们同吃同住 过得还开心吧 方言的方言 我们讲话是要有根据的 要讲原则 那可不能乱说 我们搞校庆 我的确是很忙 那不是找了几个班干部 来帮我的忙吗 是啊 我们是在一起吃 在一起讨论工作 可我们什么时候 住在一起了 好 我问你 我妈过生日 你为什么不去 那不就是因为忙吗 我们单位发了电影票 你说好了要陪我去 电影完了你都没来 完了我回去找你 看见你办公室的灯还亮着 你跟几个女孩子 有说有笑的 那也是工作 我们那是在加班 整理材料 你不觉得你现在的行为 不正常吗 你现在还想回这个家吗 方言 你这分别就是猜忌 事你都做了 还怪人家猜忌 你这么做 你侮辱我是小事情 可是你给人家 石容同学的将来 造成多么严重的后果 你想过没有你 怎么 你心疼了 方言 方言 你理智一下 你不能仅仅凭着 你的瞎猜疑 和捕风装影的想法 你就去断定一个人 和断定一件事 你这么做伤害别人 而且 你还给我代劳了 多大的麻烦 你明白吗 是话跟你说吧 我不仅找了石容的家长 我还找了 龚一亭的家长 什么 谁让你这么做的 方言 你简直疯了你 我还没有 哪工 跟人家园 我都想干什么 我一顿 你一顿 都想赶紧 我第一课 我一顿 你一顿 你一顿 我一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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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顿 我一顿 我一顿 他怎么 他就看见我跟杜华月 睡到一起了 屁话 杜卫儿 杜卫儿 给我出来 杜卫儿 杜卫儿 谁呀 杜卫儿 你是方烟吧 你应该知道我是谁吧 我们找个地方说话好吗 可以 但是要耍着校长的面说 这种事你觉得光彩吗 你也知道不光彩啊 我们换个地方说话好吗 校长试在哪 那边 走 我们到校长那说去 这种事就别让校长知道了 走 你放开我 我自己有腿 这谁呀 孩子们正上课呢 你们在楼道里嚷嚷什么 有什么事屋里说去吧 走吧 进来吧 您是校长吧 你是 我是银城师范大学音乐系的学生 我叫石容 您请坐 方老师 怎么回事啊 你们两个在楼道里吵吵闹闹的 因为什么呀 问他 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我说就我说 校长 方雅的丈夫左怀玉 是我们学校的系主任 最近我们学校正在准备校庆 所以左老师就从我们系 抽了几个班干部 来帮助他一起准备有关校庆的事 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也就是这个方老师 莫名其妙找到我母亲的单位 说我是第三者 还说我和左老师搞在一起了 校长 您给评评理 我只是一个学生 和我一起帮助左老师的几个同学也都是女同学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偏偏就要这么说 我可以以一个党员的名义向您保证 在这段时间里 我从来就没有做过任何一件违背道德伦理的事 我和左老师都是清白的 我不知道 这方老师在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的情况下 就在我父母面前随意毁坏我的名声 我真的是太气愤了 原来是因为这个 方老师 按道理说 这是你们家庭内部的事 我这个做校长的不好甘愿 可是你们既然已经找上门来了 我也就不能不说了 这个小同志 你找我的意思是 校长 首先我先跟您道个歉 因为刚才我的情绪比较激动 所以在楼道里比较失控 我错了 对不起 这第二呢 我就希望您能给我做个证 因为方样 当时找我父母的时候 我不知道他是怎么跟我父母说的 可是我爸妈 现在非要让我给他们一个说法 我希望今天能当着您的面 把这事给说清楚了 如果要不是我的错 那是不是也要请左老师和方老师 去上我父母面前 去给我父母说说清楚呢 这样吧小同志 你先到外面回避一下 我来跟方老师聊聊 好 方老师 你听到了吧 人家可是将军将到我们头上来了 你是发现你爱人和他真的有关系呢 还是在瞎猜疑呢 他十几天没回家了 那他不回家和你打招呼了吗 他只说最近忙晚了就不回来了 人家这么说 不就等于是跟你打招呼了吗 方老师 不是我说你 这就是你的问题 你这不是瞎猜疑 给自己找麻烦吗 你说 人家在门口堵着 咱们怎么说 我觉得他们之间肯定不正常 你怎么现在还这么说呀 这事不能凭直觉 你想想 假如你是个黄花闺女 人家对方这么说你 你能答应吗 再说了方老师 以后遇到这种事 要多动动脑子 平时你在我眼里 我觉得你做事 是个挺有条理的人 今天怎么能犯这种错误啊 这种事 就不是在这说的事 闹得满城风雨的 对你有什么好处啊 你是真的不想跟左老师过了 我只是想吓唬吓唬他 有这么吓唬的吗 你把人家左老师的名声 都搭进去 你觉得值吗 那我怎么办啊 这样吧 你回去和你们家小左 多商量一下 两个人一起 到人家给人父母解释一下 就说这是个误会 那我多没面子啊 你现在觉得没面子了 你当时做这个事的时候 你怎么不想想后果呢 你们年轻人啊 就是喜欢冲动 一冲动 就什么都不管不顾了 你记住 冲动是魔鬼 校长 你让我怎么说呀 我我开不了口 你不说也行 叫你们家小左说去 反正这个事 要给人有个解释 那今天怎么办啊 你上课去吧 我来跟他说 小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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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小同志 来来来 进屋书 来来来 走啊 进去 来 来 喝点水 我来来来来 对不起啊 刚才让你久等了 刚才你在外面的时候 我了解了一下情况 这个事啊 是个误会 我首先代表方艳同志 向你道歉 道歉 道歉 校长 这道歉就能完了 那我父母那边怎么办呀 小同志 您先别着急 事情的来龙去脉 我们已经很清楚了 由于方艳同志的多心 和猜忌 让你受委屈了 方老师年轻 没有经验 只是一味地维护自己的婚姻 在方式方法上 确实做得有点过了 她不仅去了你们家 有一个叫龙 哦 叫龙丽萍的女孩子 他们家 她也去了 那她这也太过分了 她也不能谁的家长都找吧 我刚才跟她说了 让她尽快去你们家里 给你父母 道个歉 赔个情 这件事 就这样过去了 你看怎么样 也只能这样了 校长 我也给您添麻烦了 没关系 没关系 小同志 我挺喜欢你这 心知口快的个性 好吧 校长 那我就先走了 谢谢您了 没事 来啦 怎么又是你啊 有什么事了 不好意思啊 能让我们进来再说吗 进来 谢谢 老师 这就是那天 找我说石容那事的 那个方女士 我坐 谢谢啊 这是我爱人 左怀裕 是石容的系主任 有什么事你们就说吧 今天我们来是向你们道歉的 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说吧 还是你说吧 还是你说的好 上次那个事 是个误会 什么误会啊 这事都怪我 事实上 石容跟我爱人之间 什么都不存在 方女士 你说的太简单了吧 你知道这件事情 对我们家有多大伤害啊 说有就有 说没就没了 这是我闺女的名语啊 你让她们说吧 真是岂有此理 阿姨说的对 这件事啊 确实是给石容同学 带来了不少的麻烦 为了尽快 给您二老 和石容同学 解除这种压力 所以今天 我特意 逼着我爱人 到府上来请罪了 说实话 我爱人方艳啊 也是个特别单纯的人 就是 遇到点事 总喜欢瞎猜疑 你们二老也是过来人了 女人嘛 猜疑久了 她都会信以为真 这不像造成这种误会吗 不过我保证啊 以后啊 再也不会有 类似的错误发生了 请你们放心 这件事啊 给你们二老 造成了精神上的伤害 在这里 我们表示深深的歉意 我欣赏你们两个的真诚啊 人马做事就敢做敢当 既然是误会 说什么都是多余的 其实说句心里话 由于你们的误会 给我们做家长的 也造成了很多的麻烦 是 也给我女儿 精神上 增加了很多的负担 这个都怪我们 你们做事啊 太不慎重了 我想告诫你们 以后做任何事情 一定要三思而后行啊 你说的后悔 有些简单了 这两个字后边 可是一个女孩子 一辈子的名声作为 代价在里面 我错了 我实在是不应该 没关系 谁还不犯错过 其实 说句心里话 你说你们二位 向我们俩道歉 我们俩还得给姑娘道歉 你说我们俩 找谁惹谁了 这个 都是我们造成的 既然把这个事情 说清楚了 你们就可以走了 但是一定要记住 下回再有这样的事情 那我这个做父亲的 可就不是现在这种态度 对不起 对不起 真的对不起 真的对不起 这么久啊 请不通